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到别的地方去了 他们是离婚了吗 他们可能没结婚吧 那爸爸再婚了吗 也就是说从小基本上没有感受到过父爱母爱 可能吧 行 咱们不聊不痛快的事了 那你拜师了吗 九岁的时候吧 然后我姑姑就带着我们出去拜师学医 你的师父是不是叫钢铁侠 我师父是山东的 他是鸿门的 那从小洗舞都洗些什么呢 红拳啊 九岁开始 然后一些少年的硬气功之类的东西 像我们吃饭全都是这样子 没有凳子 没有凳子给我们做 然后我们睡觉的时候也是把这个腿 这样子把腿放在上面抱着 一年365天吗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累了就换个脚这样子睡觉 白天晚上都练是吧 为了24小时循环练 休息也是这样子 白天我们休息就是这样子 你想要练功休息就这样子 趴在那边玩一会儿 就当休息吧 反正就是这样子 因为那个时候练功还比较苦 基本上每天都在苦 师父是不是对于你来说就像父亲一样 对 小时候其实挺恨他 就是我自己有这个技能赚钱以后 我就觉得才真正的理解那个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那种感觉 想跟师父说什么吧 师父 我就是希望你身体健健康康的 因为师父他得了那个胃癌 所以希望他能够健健康康的 岁月静好 谢谢师父 师父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对 我特别想知道你走的时候跟师父说了什么 师父我挣钱去了 没有 师父我 其实以前师父 我们小时候嘛 师父就说 每天给我们存十块钱 然后存到后面 存到好几百的时候 师父有一天他说把他借走 然后说会还你们 他就再也没还过 这种事在刚刚含着那跟师父说完这一段之后说这一句 哎呀天哪 这有点大大风景 这是事实嘛 刚才应该进一句师父该还钱了 然后后来我们就觉得因为师父学着年龄的震荡 我们也慢慢地长大了 那我觉得我们一直跟着师父 有一天如果说师父他不做这个了 那我们两个又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就跟师父说师父我们的就是工资什么我们也不要了 就当是孝敬林老人家的 然后我们我们走了 我就带着我妹妹就出去演出 你是表演武术还是表演硬气功 都有 我们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组合叫做刚柔姐妹花 一刚一柔 我妹妹是柔树 我是孝敬 挣钱吗 还行 看杨子是蛮挣钱 给我们一百五一场 就一天 大概十几分钟嘛 一百五十块钱 零年的时候吧 还可以了 然后后来就变成三百一场 更不得了了 对 三百 然后涨到五百 八百 或者涨到八千 对一直这样 但是我们没有存下一毛钱 你们都干嘛了 花啦 吃穿用肚 对 穿的衣服什么的 从来不熟悉 全部背到干洗面 对于吃海 反正想吃什么吃什么 肯德基天天吃的想肚 我想请问你们还练功吗 都吃成两个大胖子 那什么时候办那个跟头呢 一直一直都还可以 然后 一直都还挣得到钱 那什么时候找的老公 就是因为我们不想 当你演出时间长了以后 就有点厌烦这种感觉 然后我们就自己开了一个服装店 我跟我妹妹 就觉得老师去买衣服 不如自己开一个服装店 百分之一百倍了 对 一开始 那卖的都是自己喜欢的吗 那时候因为服装店 一天只赚个千八块钱 对我们来说就觉得太少了 一天挣千八块钱 不还可以吗 太少了又感觉 一个月也有几万块啊 因为我 问题不是 他们一场演出八千 对 一场演出八千 而且我这一场 就当个副业咯 就十分钟左右 我这一场 那么服装店重早就得一 你这十分钟 能跳到八十岁的十分钟吗 但是没想这么多吗 那不是小吗 是 目光短浅 对 那个时候店不是觉得 开得没意思 我不想听你说拍店 我要听你怎么找到老公的 没想到 这个得有后续 我当时很简单 我就想找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结婚 你为什么 普普通通的家 所有女生不是一开始 都有白马王子的梦吗 怎么你一开始 就要找普普通通的人呢 就是我想要做到这个男的 他必须什么都听我的 我叫他曹东 他就得曹东 所以他不能太那个 就是如果说 我找一个家庭背景特别好 然后肯定 就他叫我干什么 我就得干什么 你不会硬气功吗 我觉得他这样对啊 他找一个听他的 然后才不会被他打死 因为你也这么想的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能赚钱 所以有没有钱 对我来说就不重要 所以他怎么出现 就去演出 演出就受伤了 我养伤 玩游戏就认识了我老公 你老公追的你哦 他每天给我打电话 就是那个月 每天都打七八个小时的电话 要拜师吧 他是 没有没有下两下两 然后后来我就去他家看了一下 我看他家房子挺大的 适合放东西 我当天好多衣服没地方 没卖出去的 我当时的想法特别简单 就是把我的所有东西 一车拉到那个地方 先找个地方放东西 就这么简单 你找了个仓库宝贵 还负贷场地 你先生还有先生父母 知道他们是因为自己家里 称一个仓库 所以获得了一个媳妇吗 不知道 因为他们当时对我特别好 我第一次 你是不是感觉像找到了家一样 对对对 尤其他父母对我特别特别好 就他们吃早饭啊 洗脸的刷牙的 都给我拿到床上来 就那种感觉特别好 所以不光是老公 说往东就往东 是伯伯和公公都往 说往东就往 伯伯和公公以及老公 都深知他武艺高强 这感觉 结了婚以后就很少演出了 就淡出演艺界了 对 基本上是推出演艺界 是吧 那现在怎么又出来了呢 当时那个我们家有个超市 是给我开的 我去进货 全进的是我自己喜欢吃的 那个超市还在 卖的没我吃的多 那超市还在 超市现在租给人家了 我们还不知道他有没有武功呢 我看今天给我们的表演的项目 柔树 头顶钢筋 手撕脸盆 还有彩蛋碎砖 啊 得炸的感觉就来了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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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行 这个谁愿意上来尝试一下 杨蓉你试试 我觉得你俩身材差不多 来杨蓉 杨蓉你真敢上 太夸张 郭飞 咱就让他来第一个动作 从上往下 能套下去就可以了 试一下看看 试一下 手上去 肩膀应该很容易 对 可以就可以过来 两个手 两个手 这很容易 这可以 掉下去了 那来一个稍微难一点点 杨蓉你又这么瘦 来一个难一点点 当你被卡住的时候 我们都会离开的 一个脚 快进去 头身进去 像真子一样的 进去了 小心小心 不错 可以 再挑战一个难度 杨蓉终于证明自己很瘦的 我的妈呀 老出不来了 荣耳每天练瑜伽 可以啊 不错 不错 你可以啊 你不练就这样 怎么知道 我平时没有默默地练呢 接下来这个危险了 您可以大胆来 这个嘉宾 我们以后准备不要了 我好注意点 那个滑 别掉下去 我担心 布好会掉下去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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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浪费人家气都被你破了 人气功的气都没了 来几个人帮忙 再上一个 我觉得这个至少这两个以上 对 对 多两三个人顶在后边 在前面我的后面 雨霞 手下留情 你们还要脚下战处是重要的 对 那还被顶飞了 我感觉要 动作好 不行不行 他们两个都不行 他们两个 来来 我我和你起来 再去一个再去一个 我来我来我来 你们不能晃来晃去的 他好美啊 他好美啊 天哪 天哪 镜头给个特写看看他的喉部 我们看一下 也就是普通的一个硬横 这就是硬气功 陈不衡 你说说你手上的这个钢筋 是你平时见过那种建筑钢筋吗 是啊 你们三个人能够搬弯这根钢筋吗 试一下 不太可能 段东跟陈不衡把他掰直 我跟你说 以前有一个人他不相信 他一个人上来给我顶 他这个地方疼了 因为他不相信 所以我就给他垫的毛巾比较薄 他疼了一个星期 真的 看看能不能掰大一点角度 你俩抓稳别打脸 来 弹心小心 脚筋弹 好 再反坐用力 看看能不能更小角度试一下 把它掰过去 别对着自己喉咙 你那个不行 好 可以了 不可能做到 我连站都站不住 不要说顶的这事儿 这个钢筋是搬起来非常给劲 而且往回谈啊 你们俩看到他把这个东西给顶弯了之后 作为一个男人 你们的感受是什么 作为一个男人 我觉得对 还好没娶这样的女人 我们看到的时候 的确是感觉到 好像男人在他面前非常脆弱 我们能够理解你丈夫的感受 我觉得钢铁侠女还是此言不虚的 对 果然名不虚传 名不虚传 来谢谢两位 快跑 接下来还有表演 手撕脸盆 是吧 好 我们请一位上来检验一下这个脸盆 来 磊哥是这样 你看看能不能撕得了 如果你要撕不了他就撕你 这确实 糖磁得了 但是 套一个呗 但是是不是比较薄的脸盆 糖磁脸盆 这个这个真的算不薄的 重量也还可 他应该看起来就比较薄 咱本本薄不薄 磊哥 磊哥 你踩 你踩一脚看能踩烂不能 我站上去应该没问题 这样 对啊 你看我觉得还是还是不容易的 接下来表演正式开始 来睁大你们的眼睛 行 小伙子 优优独播剧场 amor ちょ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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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小心点 哎呦 天 为什么我就老想到 这种不衡的脸呢 这个是真的 真的厉害 我打开了 我觉得可以了 要把它彻底撕掉吗 底又是一层 因为底它比较厚 它给人家加厚的 底是加厚的 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底更难撕啊 太厉害了这个 好了好了 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 这很危险 不要撕了 不要撕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这个我觉得如果有工具 我们都不一定能撕得开 我们在非常惊叹和佩服之余 想问问你 你没事撕它干什么 你为什么想出了 这么一个表演相呢 因为我从小的手劲 就略大那么一点点 略大一点 你哪里是略大一点点 我现在特别理解 你公公婆婆不仅要 把饭给你送到床上 而且一定要做得好吃 否则全撕了 我就觉得我特别 佩服她老公的勇气 你知道吗 那一定是真爱 要看了她表演 还敢娶了她 其实很多人她还是觉得 不太相信我 相信 我都相信 我信 你说啥我们都信 对对对 说实话 以前看表演 有时候还觉得 硬气功不一定是真的 就看了这个东西 觉得真的是真的 还有什么表演 咱还撕什么 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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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才说有一个 在鸡蛋上的那个 对对对 我们还有一个彩蛋碎砖 这个节目它的成功率的话 应该只有60%左右 所以不一定会成功 ED 宝贝 打换来要赔的啊 不然你能下得着手啊 三 快点 二 睡了吗 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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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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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还没睡啊 鸡蛋 天哪 天哪 鸡蛋完好 鸡蛋完好 一会儿你把它吃了 对一会儿我们一定要咽一下 哇 哇 塞 有杯子 拿那个杯子 哦 哦 哦 帮他卸一下 帮他卸 哦 哦 哦 确实牛啊 好 检查一下 感觉他们俩要出现后 来 把鸡蛋打掉 真鸡蛋 哇 哇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我要把它全部打掉 而且你知道吗 这里的水是不少的 还怎么能做到那个鸡蛋上 不吃劲呢 谢谢 谢谢 哇 我们看了这个表演之后啊 最大的感慨还是 意高人胆大 因为这个节目也出过事 啊 不是没有出过事 上去以后 钻放好了以后 他就像我跟你讲的 他一锤砸偏尿了 直接砸到我脑袋上面了 那个锤比你今天锤还要大 他们准备的 今天是个八磅的大锤 他准备的是个十二磅的大锤 这么大一个大锤 一锤砸到我头上 然后当时那个血就 他就飙出来了 对 然后当时头上这边 这个地方就缝了七针嘛 缝了七针 他始终是一个非常轻松 就什么事都不是事的一个状态 证明我是一个好演员 每当提到有关于父母 就是父母的爱的这种 我就会特别难受 虽然我自己也有自己的孩子了 但是我觉得这种 从小缺失的东西 就是在心里面 可能永远就是一个伤害 有人一辈子在治愈童年 有人一辈子在被童年所治愈 所以一个好的童年 是人生非常重要的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特别的重要 你现在有几个孩子吗 一个 男孩子 男孩子 你会让他练这个吗 当然不会啦 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吃得苦 我肯定不会希望我的孩子 再去吃一遍 他多大了 十四岁了 你想跟他说什么 跟儿子 我想跟儿子说 儿子啊你 成绩虽然不是很好 但是我 你都怪妈妈 因为妈妈没有文化 所以我希望你不成才 但是一定要成人 谢谢 但最感谢的不是你的表演 是你给我们带来的 乐观的人生态度 谢谢国飞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